天气寒冷来一碗热腾腾的羊肉炉是多么幸福的事 县议员吴东升市民代表江如林、黄达翔、陈慧清 连续多年在寒冬为花莲市清洁队员送来热乎乎的羊肉炉 而除了感谢清洁队员中年辛劳 也希望他们能够补充体力、持保持健康 继续为花莲市的环境清洁工作努力 小货车再来了刚煮好的羊肉炉 车门一打开香味扑鼻让人胃口大开 正是县议员吴东升连续十多年号召了多位市民代表 在寒冬为清洁队员送来的温暖 因为每年寒冬的时候 就会特别想到我们辛苦的清洁队弟兄 让他们吃一碗暖暖的热汤 尤其是羊肉炉又养生 可以让他们更加的温暖 清洁队员是负责花莲市的门面 所以清洁队员不分日夜辛苦的帮花莲市整理 环保没有专家只有靠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确实的把垃圾分裂好 减轻清洁队人员的辛苦 那除此之外 黄达翔代表 江如林代表 陈维钦代表 还有东升 在夏天的时候也会送矿泉水来 冬天送羊肉炉 希望让清洁队员保持健健康康 继续为花莲市的清洁来一起努力 每一年我们都在这个时候 来关心我们清洁队员 而且尤其是寒冬的时候 清洁队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繁重的工作 那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能够感受到 我们对他们的关心 也希望他们在这个工作领域上 能够尽心尽力 因为他在花莲市来讲 所有的环境卫生都需要仰赖他们 那我希望他们能够很舒服的在这里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健健康康的 享用我们的羊肉炉 市长魏嘉贤也很感谢议员和代表们 对清洁队员的关心 非常谢谢吴东升议员 还有江如林代表 黄达翔代表跟陈维钦代表 连续非常多年的来到花莲市公所 那也在寒冬的时候送一些羊肉炉 来给我们清洁队员加油打气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马上就要进入国家清洁周 那这整年来 其实清洁队都非常非常的忙碌 除了疫情之外 那平常的街道维护 所有的排水系统 台风天的一个清洁 我们排水沟的一个状况 都是落在清洁队的一个责任上面 那我们真的也谢谢队员 平常对大家的一个贡献跟付出 那再次谢谢我们议员 还有所有代表 给予队员们的鼓励 我相信有他们的鼓励 他们做几次来 会更加倍有利 160人份的羊肉炉 除了软嫩的炖羊肉 还有玉米、萝卜等蔬菜类 加上供丸和鱼板 以及浓郁养生的中药汤头 让清洁队员们相当开心 大家中午回来一起享用羊肉炉午餐 下午又足够的体力出门工作 为花莲市容的整洁维护继续打拼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